在这个上单负责开游戏的版本 唯一能C的 反正在我的手里 唯一能带飞队友的上单 就是星石焚天剑魔 并且带先攻走纯输出 虽然之前我做了一期 但是那把没那么逆风 而且没有这把玩的爽 这把的话我们家是凯尹 是一个绝活凯尹 他15分钟才变身 中路的话是国服第30中单 就是全国比他强中单只有29个 但是他被不知名的约人爆杀了 下路的话玩的中歌中句 主要是前期被凯尹给带崩了 所以这把就是靠我们的超模 剑魔带起来的 之前外说过 走上路的话 打近战的坦克 你可以无脑玩先攻剑魔 只要做完星石 换血的话 没有任何坦克换得过你 浮闻星宫三绿 最后带个猛然冲击 装备就穿架鞋 星石焚天三项 做完这三件 打团开大招 EQ同一刀 对面撤去就没了 然后第四件补给打团甲 第五件可以选截之封刃 当然也可以复火甲 看你喜欢猛冲 还是稳一点 玩这一套的话 打穿不要一个人先手冲 最好是从侧面找机会 等对面和队友打起来之后 我们再切进去 一定不要毫无预兆的 开大招就往五人里面冲 可以先配合队友 用EQ在外面拉扯的打 但是不要着急 开打往里面冲 毕竟这个出装的话 你说的脆的话也不脆 吸血非常高 主要是怕控制 只要被控了 你吸不上来就很脆了 所以需要队友 承担第一波对面的控制 只要没有控制了 那么这波团 就是我们说了算 然后这边的话 杀完盖伦 这个丢筒来抓我 你说他呆吧 他把队友抓崩了 你说他不呆吧 他走过来送 是我的伤害太高 他没反应过来吗 然后这边的话 控制刷新 我学校回家之前 打他伤害先攻的 但是盖伦减到这个减速了 他把我减速了 很明显他起插新了 这里我们立马 头都不回直接跑 盖伦着急了 大招靠近我 我们回头捅一刀被动 吸血 然后再Q 他被他打死了 就这种开局 这种经济已经足够我团战游龙了 这边的话 比分是7比7 队友还在凤凰的技 主要是凯尹这个节奏 我不是埋台这个英雄 你如果玩得特别好 能用凯尹把把C 你玩就罢了 我看这个人 天天玩凯尹 六把里面 有五把都是复战技 这不纯坑队友吗 15分钟知道吗 15分钟都没有变身的凯尹 这是我第一次见 要是练英雄的就罢了 还是一个组玩凯尹的 凯尹是他玩的场次最多的英雄 不过也能看出看你这个英雄有多弱 专门完成的人都玩不起来 所以不要坚持了 跟着我加入兽职吧 然后这边中路的话 安妮又被单杀了 我们直接开两招 先用凭A 这个愚人技能交了之后 我们再EQ 剑魔逮这种灵活的英雄 一定要先跑去A他 把他位移逼出来 我们再交技能 如果刚才那一波 我们直接EQ的话 可以跑了 然后这个酒桶他又飘了 他又过来 然后他又死了 你不知道的人 还有我抢的演员呢 他在下面 凤狂抓我队友 一来我再就跟呆子一样 然后这里盖伦被我耗成残血 我们先Q击飞 然后看了招 二段 他还反向走位 我靠 要不是我素质高 他这边你给秀了 临死之前也得吃个兵 我们A一下 一发Q技能打酒桶 二发Q甩过来 三段Q 他怎么 这个酒桶在干嘛 不是你被我杀了两次 你还带我这装起来了 我一段Q 二段闪 哎呦 跑得还挺快 他还逮着给我绕 小伙子路都窄了 我们引人A一刀 我靠 不是震动跑 好 打传你等着 然后这边的话准备退二塔 这盖伦居然一直猫在桃里面 不过现在我比你高一级 我装备还比你好 有了星石和分天 你怎么敢跟我刚的 然后开W也救不了你 大招一开 一段A一下 统一刀被动 二段Q A一下 这边的话三段Q直接打死 然后这个时候我得辐射队友了 机器人很嚣张 企图单杀AD 我们这边支援过来 二段Q 三段Q 我们闪现 A一刀 但是EZ给收了 没有关系 我们刷新大招继续盖这个九筒 一段Q 二段A一下三段 他三线拉开 这边的话女警被大了 我们就反手盖这个女警 一段Q带走 然后再下来帮队友空下这个龙 余人的话给我大招 我们这边的话开大招 然后我们一发暴击 喜不喜欢哥哥的大处直 利用大招继续追 这边还有个九筒 我们一段Q W所二段Q A一下三段Q带走 然后左边EZ被勾了 我们继续利用大招跑过来 女警还在刮杀 我们给你看看什么叫伤害 一段空二段中三段再中A刀直接秒 然后这个机器人 不是在下路他私信来了 干涉建模大人 那就别怪我杀你了 这边的话三段 捅一刀被动 不是他怎么这么重 完了这下装大了 然后复活的话去上路 这边的话队友被开了 我们志愿过来 先捅他一刀 然后Q一段 二段直接秒 然后三段一球闪 击飞油桶 一刀残血 两刀做掉 然后再过来A一刀 一发Q A一刀 两段Q A一下 三段Q W所住 一下两下 三下 一段Q 二段Q 一被动一刀 四杀 还剩个女警 就差他一个了 一强 你打我来刮杀 W所住 一段Q A刀直接五杀 就这波团 你换哪个上单 那打算这种效果 然后这里我想蹲人的 结果这个草里面 居然有眼 他想瞄我 我们只能被迫还击 我怎么满血了 说实话 这个数值当时我都懵了 我以为我会被云人秒掉 只能说这个星石家焚天 确实猛 一刀回满 不是梦 然后还剩个残血的机器人 我们的国服第30中单 终于站出来了 然后这边 他果断的开了机器人 我们大招跟上 W所住 九筒过来 撞我们直接一刀给他 打醒了 但这边的话Q伞 被他拉开了 我们赶紧一过墙 躲一下 然后这个鱼灯君 从后面过来了 我一段 两段拍死 然后刷新大招 往前追 三段Q 这边的话 感觉A下来就死了 这里我想强行一波的 但这个霸王龙的伤害有点低 他刺塔的话根本不掉血 这边的话 队友被插死了 我们赶紧跑 但这个时候对面好像不让我走 他们还想守我 但是剑魔大灵大招又好了 起来之后 大招一开 一段Q 两段Q拍死 然后A一刀凤天 再A这个机器人一刀凤天 把血回上来 我们出凤天的时候 要学会滑中锁定 每个人都A一次出发回去 关键时刻 震灵救命 然后这里的话霸王龙还不走 我掩护一下他 对面急火霸王龙 我们就冲上来 打一套 九筒近身 我们手撕 三段Q 他闪现躲了 鱼人位于想瞄我 我们水银解掉 然后这边的话回头 一段Q击飞 打不得合住 你也有机身 开大招二段Q A一刀 三段Q拍死 再追这个九筒 他还顶我 直接A一刀 一发被动 直接秒 然后对面今天趁我们不注意 偷袭龙来了 你别说还挺果断 但是可惜 剑魔大人发现了 一巴掌送他们两个回家 然后一上墙 这边的话后面就剩两个人了 盖人不用管 他跑不掉的 我们追这个机器人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给开音表现机会 毕竟这15分钟高面身 但是很明显 他在刮杀 关键时刻 还得靠我们剑魔 同样是暗逸 你打半天 不如我一个平A 只能说剑魔任意用 不管是端游还是手游 设计师对他太好了 你这把换其他工具人上单 像什么奥恩这种的 早熟了